我们今天晚上呢 大家分享一些 拜登 税改 他的一些tax plan 然后 了解一下 拜登的税改 对中国 对美国纳税人 有多么大的影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New tax plan under Biden administration 这个我中英文都有 大家不懂英文 不会用中文来重复 不用担心 2017年 美国进行了一次 非常大规模的税改 叫做 川普总统 是里根总统以来 规模最大的一次税改 当时呢 我们把个人所得税的税率 分为12%,22%,24%,32%,35% 和37%,资本类得税 长期资本类得税最高 20% 税低0 那什么情况是0呢 你家庭的所得税 税率在15%以下 这个capital debt 这个资本类得 不用缴税 0,15和20 现在 现在 Barton准备 把这个资本类得税 长期资本类得税 按照普通收入来算 叫ordinary capital capital debt 把它转成一个ordinary income ordinary income 税率是非常高的 最高的可以达到39.6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等会我们会做大量的这个分析 所以这个改到39.6以后呢 很明显的来美国投资的这个趋势 会受到影响 因为这几年美国经济之所以发展很快 因为有大量的外国人来美国投资 因为他资本类得税太低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 有的时候呢 如果是一个 qually fine capital debt 不用缴税 这种是非常好的一点事情 拜登这一改以后呢 会吸引美国的投资 机会和项目会受到影响 这是毫无疑问 这是基本上是可以说肯定的事情 第二个呢 大量的这个 大家有可能都已经知道 美国抵税有没有两种 一种叫standard deduction 一种叫atma deduction 所以standard deduction就是标准抵扣 然后呢 第二个呢是列举抵扣 在过去很多年 很多人喜欢用列举 列举抵税 列举抵税呢 就是说我这个 只要你有些费用 超过一定的高度以后呢 就可以用atma deduction 但是呢 川普的这个税盖中间呢 有一个税 限制的非常死 他是哪个税呢 是财产税 有的人叫地产税 再加上 交给州里面的税 两个不能超过一万 超过一万以后 也是按照一万块来算 这个对我们华人影响超级大 因为我们在纽约啊 华人大部分住在纽约啊 这个这个这个洛杉矶啊 等等啊 加州一带比较多 纽约啊 就纽约市 六十四万华人 洛杉矶呢 那边也是很多的 因为你那个地方的 这个纽约的我这个朋友 最近买的一个房子 270度的海景啊 这个你知道他的 保险一年是多少钱 一年八万美金 这个房子保险 我们谁看这边一年 也就是两三千块钱 他们八万啊 这个保险八万 另外地税六万多 我看六万多 所以说你这广州 一下已经超过一万美金 所以换句话说 你花的再多的钱 没有用处 所以这个税方 这个巴登会做一个 大的修整 换句话说 因为在过去四年中间 这个由于对列举抵税的 这个限制 造成百分之八十的 纳税人用标准抵扣 很少有人可以用列举式抵扣 那拜登的这个改革以后呢 会恢复到以前的 大部分喜欢用 这个列举式的抵税 这个 拜登的巴登的一个税改的最大的特征 是四十万以下和四十万以上 四十万以下 的人呢 睡觉的非常少 四十万以上 就像人间地域 这个税率可以达到百分之四五十 五十多 这个把贫穷这个贫穷和富有的这个纳税 区别的这个可以说是就距离拉的特别特别的开 所以只要你的四十万以下 很多东西都好说 只要你的收入一旦超过四十万 那 你的税 那就特别多 这样跟我们做财税的公司们造成一个很大的伤机 我们可以给客人做一些税务筹划 尽量让他的收入不要超过四十万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享受 虽然说 拜登的这个税根提高了很多 税率是提高了很多 但是呢 我们通过合理的规划以后呢 也可以把纳税人去省税 这个也不用他太担心 第二个呢 是这个 刚才我已经说到了 这个资本利得 长期资本利得 short term 短期的资本利得的税比较高 长期呢 只要是超过一百 三百六十五天以后呢 就说长期 长期资本利得税以前非常低 这个 拜登这个改革以后呢 这个 长期资本利得税从最高的原来百分之二十 一下子涨到三十九点六 double 基本上是翻倍了 所以他的要求呢 是income超过一百万以上的 才收到这个 会是拿到三十九点六的这个税率 这个会赢 绝对的会影响外国投资者来美投资的这个 兴趣 这个 另外一个我们在过去很多年中 包括人做税务筹划的时候呢 美国有一个医保税和社保税啊 social school tax 和medical tax 大家都知道啊 social school tax 社保税的税率是百分之十二点四 然后把十二点四一分为二啊 这个员工数付一半 老板付另外一半 加起来一共十二点四 六点二啊 以前呢就说你的收入达到十三万七千七百的时候呢 这个这个六点二就不用再交了 所以我们给客户在所有筹划的时候 两口子开一个企业啊 老公或者老公一个人的工资特别特别的高 另外一个人的工资特别特别低 让我可以享受啊 可以省下百分之六点二的社保税 这个税法 这个上长期以来受到大家欢迎的这个税法 会 消失掉 所以拜登呢 会把这个不管你收入多少 六点二的这个社保税要去交的啊 所以你的特别是你的收入超过四十万以上 你不但要交这个很高的所得税 然后呢还要交一个社保税啊 这个是一个很啊 对这个影响很大 所以给我们 将来在做收入筹划方面 带来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嘛 这个影响我们规划的一些工具啊 遗产税的税率呢 以前呢是百分之四十啊 现在的话可以要 有可能改到四十五个percent 而且遗产税去年 一个人可以给子女免税额是 11.4 million 1140万 2020年是1158万 会更高 所以坏句话说 你去世以后 只要你的财产不要超过 1158万 你不用交一分钱的 遗产税 这是一个人 你可以给1140万 你老婆也可以给1140万 两个人加起来 有2280万的免税 你两个加起来 把你的所有的资产给你儿子 只要不要超过2280万 不用交一分钱的 遗产税 这个深受高建制人士的欢迎 Unfortunately 非常不幸的是 这个税法呢 会把这个免税额 降低到 350万 四分之一 降下来 这个是很厉害的 这个 Reduce Reduction of lifetime Exception Barden has a proposal for the state to give tax Exception Return to 他说 回到2019年 这个税率 我们现在是2020年 我们倒退10年 回到奥巴马期间的一个税率 所以他要把这个11.58 1158万 降低到 350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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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万对于我们很多人 很容易 就达到 在这个 过山基 纽约一栋房子 就可能不止3.5万 3.5个million 所以这个会 对我们华人影响很大 而且我们的 这个 遗产税 税率要从40% 增加到45% 所以这个是一个 第二个 最让人 最让我不甘心的是一个 我们叫做 State up Basis 把一层中文什么 把一个资产的基数增加 比如说 我在北京一套房子 20年以前 单位封给我 以前我在中国的时候 不用买房 单位 他叫你这个 工龄长短 给你封一套房子 我封到三楼 很舒服 两个这个bedroom 然后呢 什么都有 一封钱都不放 连水费 电费都不放 我记得 198 6、8、7年 我封到第一套房子 我们不用花钱 你这个 只要你工领导 你是大学毕业的 他有一个排行榜 等等 所以说呢 你这个 以前 比如说你这个房子 拿到以后 根本就不用 付一分钱 那 在我这个 前几年 我这个房子 卖掉以后呢 卖掉了将近 四百多万 四百多万 小二线 小三线城市 这个房价 没有那么夸张 你这样一算一下 我的资本利得 有多少 四百五十万 减去零 等于多少 增值四百五十万人民币 按照百分之 二十的 长期资本利得税的话 四百五十万人民币 成百分之二十 那已经很吓人 看已经很吓人 要找很多很多 但是 如果你老爸 去世以后 比如说这个房子 在这四百五十万 如果这个 这个人去世以后 把这个房子 这个 寄 这个你的儿子 这个房子 寄成过来以后呢 这个时候 他的basis 是多少呢 很多人搞不清楚 美国的税房里面 有一个 任何一个资产 它的基数 是多少钱呢 它在你的 Fairmark value 在你的市值和成本 之间 最低的 比如说 我买一个房子 我的成本 可能是零 因为我的单位 封的房子 我没花钱 那我的这个 Fairmark value 我的市值呢 是四百五十万人民币 OK 那你的basis 是多少 零 好吗 那有的人说 我是新移民 我是 我是这个 我这个房子 二十年以前都买了 我现在移民以后呢 是不是按照 我当时移民的时候的 这个 做一个评估值 来算 不对的 美国税法 对于资产的 基数 这个 在算资本利得数 的基数的时候 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cost Fairmark value whichever is the lowest 在成本和市价中间 选最低的 所以说呢 这个 这个 这个资本利得税 很厉害 但如果 继承过来 你把这个房子 你过世以后呢 四百五十万人民币 你儿子接过来以后呢 他的basis是多少 你儿子如果 这个这个 这个儿子不增弃 你给他一套房子 他第二天 就给卖掉了 那他要不要去 交资本利得顺 不交资本利得顺 为什么 他的basis 就是老 你老父亲 过世的时候 那个市价 四百五十万 他第二天 买给别人 也是四百五十万 所以他没有 没有增值 所以他不用 叫增值水 所以这个叫做 inhert 这个叫什么 stay up basis 我们想把这个 基数增加 把基数增加的 这个税法 在拜登时代 会 跟我们大家说再见 这个税法会消失掉 我最喜欢的几个 这个 省税的秘密武器 全部给我端掉 一窝子全部端掉 这些都是 长期以来 我们把客人 做税务筹划的时候呢 用这个stay up basis 把客人去 省增值税 这个可惜呢 这些好的工具 会慢慢的消失掉 消失掉 前面是说了 很多坏消息 但是呢 拜登的税改 也有很多好的消息 他的一个总的来说 中老爱幼 对老年人和小孩子 的补贴 和他的税务 这个优惠 增加了很多 比如说 特拉普时代 这个小孩子的 这个补贴是 最多可以 从3000美金 然后呢 现在增加到 8000美金 小孩子在家里面 在小孩子去 下午去 放学以后 去学个毛笔字 学个钢琴 学个跳舞 学个太极 学个什么 武打死 闪打等等 这些课外活动 所花的费用 可以最大 可以减到8000美金 又是很大的一个增加 另外 低收入补贴 叫做 Early Income Tax Credit ERTC 以前呢 只是说 你有小孩子的时候 才可以拿这个钱 现在 老年人 没有小孩子 只要超过65岁 也可以拿到 所谓的 低收入补贴 这个大家 经常听到 某某人在大陆 有多少套房子 来美国 拿这个低收入补贴 拿牛奶费 拿什么什么 医保 社保 等等 这个就所谓的 低收入补贴 这个税呢 长期以来是美国 African America 美籍 飞机 美国人 西班牙籍的美国人 大部分家庭 靠这个费用来 维持生计 OK 这个大家 要注意 很多人 以前不愿意去上班 早晨 早就晚午 就打工去这个杂货店 打工一小时 挣7块2毛 扣过税以后 还剩5块钱 一个周 工作40个小时 40乘5 2000块钱 这个一个月2000 10个月2万 然后再加两个月 2万4 你早久晚午 天天打工 一年2万4 但如果你多生几个小孩子 一年可以退税 可以达到2、3万 换句话说 你不用去上班 天天 在家里面带小孩 喝啤酒 看电视 你在的 退的税的钱 跟你打工的一模一样 所以说这个 这个美国这个税法 以前的税法 为什么特拉布的 这个税法的名字叫做 tax card job 让大家出去挣钱 去打工 不要带在家里面 好吗 所以这个 对低收入补贴呢 获得到老年人的时代 更好的一个消息呢 是first time home 美国人大部分都是租房子住 拥有房子的人不是很多 这个房东呢 大部分都是白人或者亚洲人或者什么 这些人呢 这个别人普通老百姓都百分之多数都是租的房子 那拜登呢 这一次有一个这个 一万五千美金的补贴 你第一次买房子 以前都是租别人的房子 今年头一次买一个房子住一住 然后呢 当然你的房子不能太贵 以前奥巴马时代是 不能超过二十万 这个具体 拜登的这个上限 多数还没定下来 所以换句话 你买一个房子 回去买房子 政府给你有一万五千美金 一万五千美金 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一笔 天文数字 OK 美国人凭就每个家庭的存款 把每个人所有的家庭加起来 出一个多少个家庭 一共是七百五十美金 七百五十美金 跟一千一万五千美金相比较 那是很厉害的 我记得二零零八年的时候 美国经济很萧条的时候 曾经出台了一个 这个第一次买房 首次买房的一个 这个税务优惠 当时呢才给八千美金 现在找到一万五千美金 花一下大家都出去借钱也能买房 八千美金不是一个小数字 一万五千美金更不可相信 所以说呢 大家出去都借钱买房子 借钱买房子这个动作会创 会跟社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经济会起来 有人花钱 你花一分钱 有人就赚一分钱 你花十万 有人赚了十万块钱 经济呢就是一个交易造成 大家都去借钱买房子 那经济不是马上起来了吗 所以税啊 美国的税法在很大的程度上 可以刺激美国经济的 大家也没做这方面的研究啊 这个很牛的啊 这个非常非常牛的 那我以前等一下给大家说 在中国我们可以啊 有这个房姐 那个房哥的一个人 两个身份证啊 在中国搞个 两个身份证好像不是一件难事情 花一点钱就可以搞定 所以啊 所以说呢 这个 有人啊 买二十套房子在北京 有的人住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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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水道里面啊 这个看到 当然这个不是说 现在以前 一些新闻报道 真不真实 我们不知道 所以造成 社会的一个贫瘠 风化很严重 好不好 这个有的人 负地 负地 负地流油 有的人穷里 这个 一塌糊涂 那这样会会造成 社会的不稳定 造成大家的这个 不团结 那在美国的税房中间 可不可以买二十套房子 放在那地方 不要动它 让它去增值 增值以后买 不可以 为什么 刚才我说过的 我朋友张总 一年的房产税六万多 十套是六十多万 二十套房子一百多万 一百四五十万 你可不可以买二十套房子 放在纽约长岛 让它去增值 你在一年付一百五十五十万的 这个财产税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美国的税法 在这种程度上 可以 这个 对经济进行这个 调整 不会让大家去 出现一些操伐呀 这些情况 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first time home 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 一个新税法 我相信 很多普通老百姓 一定可以去借到 一万五千美金 就可以借钱买房子 这个会对经济有所好处 第四个呢 是student debt help 这个美国呢 大家知道 18岁以后呢 就跟我们以前说的 那个灰伤 安徽 安徽人 小孩14 男孩子14岁以后呢 让人出门自己 在外面去闯 灰伤 我去年去参加了一个 这个灰伤大会 我感触很深 为什么 小孩 男孩子14岁出去 自己闯天下 不用管你 这种事很好 啊 我娶了一个老婆 说这个 这个 呃 在一起生活 结婚二十多年 说在一起的时间 不到超过一个月 所以这个 这个灰伤 我很崇拜 灰伤 他们这个 跑到上海一带 去做茶叶 做这些啊 这个 这个很有名气 那美国也是 18岁以后 不管你了 你自己去 去创天下 所以说呢 你要想到大学 学费怎么办 去贷款啊 student loan 贷款 贷款以后 怎么办呢 在你大学毕业以后呢 外面去还 自己去还 父母不管你的事情 所以这个呢 那以前这个 啊 学生贷款 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 基本上每个人读书都有 都有外面欠学费啊 多少多少多少外 好吗 这个这个会 把它取消 啊 student loan 会会减少啊 health insurance cost 啊 以前我们最近 大家知道 这个奥巴马保险啊 这个对于收入低的家庭啊 然后呢 政府给你拿一半 你自己掏一掏腰包 掏一半 如果你特别困难 政府拿大头 你拿个小头啊 这个叫奥巴马保险啊 这个保险呢 Telop时代呢 长期以来在反对啊 反对因为这个 这个用了用了政府 很多很多的钱 啊 现在呢 这个拜登呢 他准备啊 对于自己掏腰包付医疗费的这些家庭的一个帮助啊 对这个 他会产生一个税务的一个优惠通过税收来帮你去抵面 帮你去省一些看病的一些费用啊 这个叫health insurance cost 这个是一个 也是一个很正奉人心理啊 普通老百姓 你大老百来说啊 就一年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一万来块钱的这个 这个医疗保险的话 应该不算 但普通老百姓一年让他一个人拿 一个家庭拿一万多 还是有点困难 所以这些税盖呢 都是特别啊 特别关照低收入家庭 其他的一些这个 拜登的一些与税盟关系不是很大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最低工资 全国范围里通吃一刀切 15块钱一小时 这个对于一些比较偏僻的州 付15块老板请请你来 你刚大学毕业啊 来连 复印个文件 做个传证你都不可以做 老板给你付15块钱 他愿不愿意 不愿意的 所以这个 15块钱一刀切的办法 对于纽约啊 洛杉矶啊 你说15块钱 这还找不到人呢 那在我们北卡啊 在南卡啊 在这些小地方呢 15块钱拿老板很多人都付不起 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七过两个木 这个拜登呢 要把这个七过两个木增加到15块 所以这个老百姓 老板啊 只像我们这做小老板 会会会会这个叫苦连天 另外 他会把family medical leave at 把带薪病假提高到10个星期 啊 这是写错了啊 不是两个星期 原来是两个星期 现在要增加到12个星期 12个星期 说错了 12个星期 老板头大了 哎 你生病了 哎 老板 我生病了 我要请12个 12个星期的假 你工资不能少一分钱给我发 哪个老板愿意 这个东西你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who knows nobody knows 没有知道这个到底是个好的政策 还是个不好的 从员工的角度来说 哇 我这个身个病感冒一下 我请12个星期不用上班 工资一分都不少 从员工的角度来说 当然很好呢 但是从老板的角度来说 你工都不用打 每个月跟你工资照发 谁愿意干 没人愿意干 这个 这个也是 跟我 这个从你 从哪个角度来说 这个问题 另外呢 P-1031 1031等值交换 长期以来 是很多 我们这个 做房地产的一个 最爱的一个 省税武器 就说 我这个房子 卖掉了 要有一些增值 我要交20%的增值水 但是呢 税法说 你要只要在45天之内 再找到另外一个物业 在半年之内 把它过户掉以后 你本来要交的 两万三万五万的增值税 就不用再交了 等你新买的这个物业出售的时候 咱们再说 等这个新物业五年以后 你再卖掉以后 你可以又可以享受 1031等值交换 但是呢 10啊 不幸的是 1031 我最喜欢的一个税法 会跟大家说再见 所以这些东西呢 我个人认为是 坏处比好处更多 坏处更多 另外呢 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公司所得税的一个变化 目前 这个公司企业所得税 2017年 从35% 降到21% 这是 划时代的一个变化 因为很多国家的 公司所得税 都在25% 25%以上 特拉普 这个 从35% 降到21% 这个是 这个 这个是很大幅度的一个 降低 现在特拉普 这个川 拜登呢 现在要把这个恢复到28% 比以前 四年以前的35% 相比 还是低了一点 但是呢 还是增了七个点啊 从21增加到28% 所以对公司的税负呢 在未来 在拜登期的时代 会负担很重 所以 以前呢 大家都 这么一点小 小小小点生意 回去注册一个公司 因为公司的省税 很多 本来一个出租房 放在个人名下 只有 五六项 七八项 可以 可以省税的 放在公司名下 有二三十项 就这么奇怪 很奇怪 坐飞机 从中国 来纽约 看你这些出租房 你在纽约买了一个房子 那你这个来回的拆旅费 要放在个人名下 公司要这个 房子放在个人名下 这个是不能抵税的 放在公司名下 就可以抵税 所以说 为什么很多人 愿意成立公司呢 公司有更多的 省税的一些方案 所以呢 这个 不好的消息是 我们的这个 企业所得税 会从21% 涨到28% 是一个很大的东西 以前很多人 因为C公司 现在C公司涨到28以后呢 很少有人去成立C公司 C公司呢 叫C Corporation 是我们 美国四种公司法中间 最 最最 不能说最好 只能说这个 呃 怎么说呢 是一个比较稳定的 公司出问题以后呢 你老板没关系的啊 财产保护方面 有很大好处 所以这个呢 会涨到28 OK 然后呢 一个15%的 alternative 追加税 啊 这个 这个alternative minimum tax 就是专门 对于那些 比较有 有钱的人 一个叫追加税 这个追加税呢 会对收入超过100万美元以上的啊 纳税人会追加15%的啊 叫做alternative minimum tax 我们叫附加税或者或者追加税啊 这个会啊 特拉普呢 是想把追加税全部取掉 而且呢 过去啊 四年中 确实降低了很多 没完全取掉 但是他的这个纳税 没有门槛提高了 因为呢 这个 交这个追加税的人特别少 那现在 拜登期间 这个追加税会 一如既往 这个交付这个税 另外一个 与我们华人特别有关的呢 就是一个叫做 global intangible law tax income guilty tax 我们做税的人都对guilty比较熟悉 什么叫guilty tax guilty tax呢 是一种 用无形资产赚的钱 要交10.5%到13.125%的一个税 叫做guilty tax 而比如说我在美国有一种 发明那种药 你就这个 一种什么什么药 那我这个药呢 我的这个是一个知识产权 你在中国 想用我的 这个美国公司在中国开了一个分公司 然后呢 在生产这些这个 这个 按照我的这个专利 去生产一些产品 那这个产品 出来以后呢 要交10.5%到13.125%的一个 叫做 无形资产 税 这个税呢 拜登要把它增加到21% 从10.5%增加到21% 什么意思呢 很多美国的大企业 有专利的 不想在国外去再搞 关公司了 为什么 这么高的税 谁谁去交 对不对 这个这个税法也是会将来 阻碍 这个美国经济的发展 美国大企业家不想 特斯拉不想把工厂放在上 北京 上海 这个 这些大公司 都对他们有限制的 以前是不用交这个税 这个特拉布 2017年的时候 启动了这个税以后呢 大家反对的意见特别大 特别是一些矿境 像我们一些这个 华人 我们华人多多少少 都会涉及到 就guilty tax 这个税呢 这个名字很很难记 G-R-L-T-R 非常难记的一个税 U-B-I 这个说这个字幕听起来很复杂 那我要给大家一个例子 你就欢然大悟 在特拉布时代呢 因为 C公司的所得税 从35%降到21% 那另外两个公司不夫妻啊 说S公司和 LLC 责任有限公司说 你这个税降这么多 我们没什么优惠 那不行 后来国会呢 说 只要你是S公司 或者LC 穿透性的公司 什么叫穿透性的公司呢 公司赚的钱和亏的本 都会转移到老板的 个人的个人税表里面 去报税 与公司税没关系 S公司公司不用交一分钱的税 LLC公司也不用交税 赚多赚少 全部发到老板的个人税表里面 去体现出来 所以说呢 特拉布就这个税根 就说 既然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你不服气的话 那你挣10万 我给你打个折 只有8万块去交税 剩2万不用交税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Hallified Business Income QBI 这个QBI会卖卖的消失掉 这个必然的 为什么 你4公司的税 从21%回复到28% 你LC和SCO 如果继续享受 20%的打折的话 那是不是大家不公平 是不是我都 所以说呢 为了要要要有 大家都有 要没有大家都没有 就坏句话说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拜登的税方 这个真的是 这个幅度非常大 而且呢 这个交的税会很多的 但是拜登呢 对于小企业 他准备了一大批钱 这个有600万 600倍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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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说 他给小企业 准备了一些 很多很多的钱 你可以去借 无息贷款呀 低息贷款呀 等等 你不怕没钱 用 就这句话 今年 2020年 政府给各种不同的形式 各个州 联邦政府 又是给你发实业金 又是给你这个 这个 又给你这个 各种各样的 这个small business 是补贴什么PPP 什么ERDL 等等等等啊 今年2020年是政府确实拿了很多钱 啊 这个 这个 给老百姓 这一点呢 确实 不然很多企业都从活不了 啊 这点钱呢 去不上 现在这个钱又花完了 怎么办呢 三分之一的餐厅官 啊 所以目前这个状况 非常非常的这个严峻 特别是冬天以来 这个病情的更加严重 昨天我听说洛杉矶 说什么死了五千多人 我们北卡昨天说一天 我这个 这个 增加了五千多个例子 也这种很要命啊 这个我们 真正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 你们生活在上海的 中国的 你们真的是幸福啊 非常幸福 所以拜登呢 会啊 给小企业 旁边放一大笔资金 钱不够用了 去借 利息很低或者无息 就说你死不了 这个意思 因为呢 这个拜登 是proposal simplify the permit application process 美国啊 干什么都要有个执照 你学个里头法 要去学一千个小时 这很奇怪的 你个头法怎么会要 还要去搞个执照 然后去这个有关的这个 这个里头法的学校去培训 要超过一千个小时 开玩笑吗 这个不是 你个头法 你怎么需要一千个小时的培训 那比这个什么 这个 比Rocky Science还复杂了 美国什么东西都要 你按摩去 你去按摩店 这个按摩 按摩的这个人员也有个执照 什么东西都要制造 这个太复杂了会影响经济的发展 所以拜登呢 在这方面啊 我们做一个小企业来说 你这个程序太复杂了以后呢 在家里面 多少动个东西 要去市里面批准一下 我想加个凉台 我把我的凉台 跟我厨房打通 在中国呢 就是自己就整了 没人管你 对不对 只要这个隔壁邻居不要说这个 不要有什么意见 你声音不要太大 你没人管 在美国 你想要把这个房屋构架 动一点点东西 要在市里面去画一张图 还是要有执照的这个工程师 画的图 现在以后你才能去操作 不然的话 你操作完了以后 我这隔壁有一个这个理发店 以前呢 这个花了十几万美元装修的 富力堂皇进去以后 结果开盟的第三天 市政府呢 要把他重新把墙要挖 挖第三次 看底下的管道买的队伍 他很滑稽 这个老板后来又花了很多钱 因为当时在这个房秀期间 没有这个经过市政府的批准 就反攻 增加了八万多好像 所以这个情况呢 这个很复杂 不好 所以most appalled 就是small based 对于小企业呢 会有更大的帮助 然后呢 更好的消息 非法移民 在美国待的空间 很越来越大 移民政策会越来越松 这个是个好消息 为什么 现在很多地方都找不到员工 那一大 佛罗里达一大 一大片一大片的农场里面 没人做工 美国人 他老天天叫穷 没钱吃饭 他不愿意去下苦功夫 他去他地里面打工 一小时给你多少多少钱 他不去运动 宁可在家那么饿着 他也不去挣这个钱 所以造成我们大片大片农场 没人干活 加州的菜地 玻璃里达的农场 没人干活 就怎么办 所以这个移民 特拉普的移民政策 加紧以后呢 很多墨西哥人 回到墨西哥去了 这个墨西哥这个墙 墨西哥墙一修以后呢 我那天看了一个视频 很搞笑 这个 特拉普说 这个墙 这个是专门 抓了这个 太阳能设置 你爬下去 会把你的手给你烫烂 这个 这个它是一个 吸热的一个功能 结果旁边呢 有几个老墨 就是墨西哥人 爬下去 啥事都没有 很滑稽的一个视频 我在抖音上看到 这个 这个很有意思 你看 这个 这个 对于 这个拜登 对于这个 这个小企业 有好处 也有不好处 美国的税法 这个立法过程呢 跟中国不一样 中国我们 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这个人大常委 也去讨论等等 这个什么什么的 美国呢 就是参众两院 要批准 批准完了以后呢 总统要去这个 总统签字 就成为一个税法 这个不然的话 这个要回过头来 某一个地方不同意 又要走一圈 又要走一圈 跟那个什么样 要走流程 税改立法的立法过程 参众两院 提出来以后呢 两个都要通过以后 才能交给总统 是审批 这个流程 比较复杂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税改 到底 对我们普通老百姓 有多大的一个冲击 好吗 所以我刚才说过 40万美元 以下和以上 两冲天 我看两冲天 完全不一样 超过40万的收入 够缝要交 39.6%的税 哪个 再加上 6.2%的社保税 抵购方面 又损失了 9% 收入又增加了 可以抵税的项目 又降低了 所以你不死定 干什么 肯定死定了 拜登的税改提案 对高收入 或者高近的 加上的收入 将会产生 明显的冲击 所以富人啊 可能要去 跑到加拿大去了 现在啊 这个肺炎冲击 美国以后 很多美国人 跑到加拿大去住 加拿大这个 这个灾情 又严重 好吗 这个 所以这个 这个 收入 高 税有增加了 可以减税的项目 又降低了 这个很要命 因为拜登的 税改提案 增加了老人和小孩子 税收敌面 所以对于家里 有老人和小孩子 家庭来说 个人所得税 影响不大 老年人不用担心 他给你 把这个低收入 补贴都给你给了 以前都从来没 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如果收入不高 可能还会减少 这个 所以 这个 对于老百姓 对于 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 拜登的税改 确实会帮到一些忙 根据这个财务政策的一个研究机构 TPC的报道 如果拜登的税改方案 在2021年生效的话 占到了美国人口比例的 20% 对美国家庭 将会承担税改的绝大部分后果 怪不得 80%的普通老百姓不影响 只有20%的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在美国人口 1%的富豪 年收入超过83.7万 会受到 风机更大 税后的平均收入会减少 将近30万 Oh my God 这个不得了 只有83万的收入 你的税收的后收入会降 减少到30万 那剩多少 53万 差不多 家庭平均税后收入减少 17% 20%跑掉了 这个是很严重的 所以0.1%的富豪 收入超过370万美元 平均需要多承受 180万美元的税 370万 收入180万交税 然后马盖尔 这个谁愿意在美国带来 这个税根 吸引外国投资确实不好 差不多税后收入四分之一都要去交出 这个还了得吗 太严重了 这个太严重了 所以这个税根 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 冲击 压力 上述家庭除了在税收方面 承受重大的影响以外 在家庭的个人财富传承方面 在留给子女的财富方面 也会受到冲击 因为等会我们会涉及到 遗产税和赠予税 也要做大幅度的这个调整 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 拜登税务政策方案 是对富人有影响 老百姓 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影响 好吗 百分之六十八的 六十八的这个千禧年 2000年 00后 都会收到父母留下的遗产 包括房屋不动产 金融资产 拜登计划取消遗产增值税的成本调整 把这个State up basis这个取掉 影响的不仅仅是 富人 很多中产阶级会收到钱的 中产阶级是美国经济的中良抵住啊 你要把中产阶级搞垮的话 那麻烦就带来了啊 中产阶级是美国的经济的一个支柱 所以如果中产阶级不干了 那你这个这个就麻烦大了啊 目前在社交网站上啊 吐召比较多的啊 这个下面这个表格啊 有多少人拥有房子的啊 对下面的那个啊 一个一个颜色呢 是这个飞机啊 另外一个是啊 西班牙级的 这个你看他的拥有房子的这个比例是非常少的 上面那个蓝线呢 是白人啊 白人拥有房子的也不算太多 但是呢相比墨西哥 这个Spanish Hispanic 再加上这个Black African American 这个来历这个限量要好很多 不是最好 另外呢 我们这个有另外一组数据啊 这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税改 可以给中等收入纳税人平均降低620块钱的地数 这个税务跟以前比较啊 如果低收入家庭比省600一个家庭 纳税人平均620美金的一个这个降低 而高收入的税收就明显上涨 在税收减免和抵扣的政策之下 收入为后80%的纳税人平均纳税会降低 另外20%的纳税人的税后收入会降低到 7.8%等等啊 这些数据呢 就显示这个拜登的税根啊 80%的人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只有20%的人影响很大的 所以大局不会动 但是呢 这个对于富人来说呢 是一场这个噩梦 好吗 一场噩梦 你看 那因为企业所在税从20%提高到28% 其中一部分税负呢 将转嫁到雇员和雇人头上 你要把我这个税增加 对不起我 我把有些付赚 这个费这个税我交给 要员工自己去付 好吗 这个这个没办法啊 中文财阶纳税人将会发现 自己的税后收入出现下滑 明显的下滑 所以呢 这个税盖呢 让人担忧 担忧的部分呢 比高兴的部分要多 如果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输入很低的 稍微高兴一点 但是不是非常高兴 对于富人来说 这是一个噩梦 拜登税务政策方案 对美国企业的影响 美国联邦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率 均有所提高 因此和现行的法规相比 当公司制企业 将税后的收入分配 给高兴致人士的时候呢 分配价值 将于约34%的下降 所以说我做股东 我封红以前 一年可以封10万美金 现在呢 降低34% 现在只能拿到6万多 这个大家肯定不高兴 拜登同时呢 支持高科技和新能源 对加州的这些企业呢 肯定会得到很大的利益 很多利益 整个美国宏观经济 有什么影响 Tax Foundation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从朝阳的角度来看 拜登的税收计划 将是美国经济规模 减少1.62 经济会下滑的 这个数字 该计划将是资本存量 减少3.75 以前存的钱会降低 并将整体工作效率 工资率降低 1%多 最重要的人会丢掉 54万个工作岗位 因为你工资增降了 我做老板 我请不起 对不起 我参员 这个很厉害 减少54万个工作岗位啊 这个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所以这个税根呢 怎么说呢 让人担忧的很多 在现有的 2223亿美元的税收 记住美国 现在大概是一个 税收呢 大概2000多亿 2000多 2230亿 拜登的税改将在现有的 技术增加33万 因为所得税增加 所以呢 这个 在拜登期间 所有的交的税付加起来 可能有 2256万 56亿美元 这样一个情况 我看 所以呢 这个这个税收增加了以后呢 在跟老百姓底的税抵消以后呢 实际上是 打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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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把富人的钱 剥了一部分 放在穷人的口袋里面去 就做了这样一个事情 你真正国库拽了多少 不见得 不见得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 对于大选年 2020年是一个天灾人祸 很多的时代 动荡 这个 这个 税改 对于富人来说 提早进行规划 很有必要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你要 你要对这个 你说你高收入 交的税很高 我有50万的收入 我把40万 我成了一个 家庭这个信托啊 搞一个什么 Family Foundation 都不就把50万 变成10万了 只有10万来交税 所以说 你税法再复杂 再变 只要有我们这些专业人士 给你做规划 一样的可以少交 而且是合法 不用考虑 不用担心 大家不要这个 看到这个 拜登的税格如此之 规模之大 要交这么多税 拿到手的收入 又这么少 上有政策 上有对策 这个 永远记住这一句话 你就不用担心了 很多 这个 美国那个 要 要 前国会 有几个人 不喜欢肥康 等会我会讲到 肥康这个program 说有了 4000多人离开美国 放弃美国国籍 说 这个由于肥康 但是呢 国会又说 在放弃的 放弃了4000多 没错 但是新来美国 有几二三十万 你跑4000多个 我又换来了 这个 这个 几十万的 一个新移民 这样的话 对国会影响不大 所以呢 这个 总的来说呢 这个影响 是比较大的 针对 40万的 纳税人 可以考虑通过 享受2020年 慈善 增券 因为现在 特拉普的税法 还没 没有过期啊 你现在可以 还可以享用啊 你要去做一下 捐献 现金的 这个捐献 可以增加到 这个 以前呢 只有60% 现在可以增上升 把艺金的权额 比如说你算下 净数 三万块钱 那你把这三万 全部捐献给这个 这个 一个慈善机构的话 你就不用缴税了 这个是个 现在还可能还来得及 特别是对于这个 企业赚了很多钱 我们可以用 有一百万的什么 加速折旧 算下了 我这个工厂 今年 赚了一百万 哇塞 这怎么办呢 要交很多很多的税啊 没关系啊 在12月31号之前 买一台一百万的设备啊 一百万 减到一百万以后呢 一分钱都不用 所以说我们现在 还来得及 还来得及 所以长期资本利得的 优惠税率呢 取消会对纳税 影响很大 外国人呢 他的投资积极性 没有那么大 目前来美国 投资房地产 在百分之四十三 十个人里面 一百个人里面 有四十三个人 房地产投资 你这个长期资本利得 税一增加以后 谁还你买 买个美国房子 干什么呢 所以这个会会影响 绝对会影响 所以根据这个 拜登的这个税赶方案 对于高晋经济而言 这个要做一些规划 可以避免的 可以避免 这个是我们三角会计集团的 一个这个微信平台 每天有一篇 会涉及华人的 一些涉税的文章 希望大家关注一下 扫一下二维码